南投县文化局举办台湾之新工艺制度嘉年华 在农工商业展中心开幕 展出超过50件工艺作品 涵盖漆、木、玻璃等多种材质 活动结合星空与五行元素的创作灵感 并规划手作体验与文创市集 吸引众多民众参与 展现南投在地工艺文化魅力 活动起来南投在地具代表性的工艺家 陈琼如林方氏等 展示南投在地各式工艺多种类型作品 呈现工艺创新与传承 还有作品的多样性 我本身是做陶瓷的 我就把星轨是用金属线边去展现 然后用陶瓷 是我用那个陶瓷球 然后代表是星星的意思 然后就是星星绕着星轨在走 那我这个主题是 表现那种宇宙的那个极光的一个 一个异象的效果 是表现那种七彩的那种极光的一个 流理的一个项链为主 活动在假日也安排各种DIY手作体验 以及集结30摊以上的文创工艺 和美食商家参与的星星市集 拥有魔术歌舞及气球等精彩表演 我们南州县的工艺发展 非常悠久的历史 那有培养出很多的工艺家 并且有全国15个工艺的场所 推出总共50件产品 利用这个工艺的推展 我们也希望来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县府希望透过这次假念花活动 让民众更关注地方公益文化 以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及经济活动的发展 人间新闻李明洪南头采访报导 我们就在眼镜中冒豕 阅后变成为新闻的电话 也有点子冒公益文化